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老师您好 在每日一题当中有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田老师每天都写一个字 而且分三种书题 楷行草分别进行示范 那是不是让我们也按照这些示范字 分楷行草进行练习呢 不完全是这样 我写的这些字只做一种提示 我不是说把这些字拿来要给大家当做临摹的范本 我真的不具备这个资格 因为比如说我写的字接近于欧体字 那么欧阳荀的很多的卑贴 都是我们学习的最高的最典范的东西 我写的字只是起参考作用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有我写的楷行草这三种书题 我先粗略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的楷书基本上侧重于欧阳荀 我的小时候欧阳柳照四门我都学习过 但是更多的时间是花费在了学习欧体阐述方面 这也是父辈的教导和我本人的爱好 喜欢欧体字 用的功夫多一点 这是一条 另外我写的行草书呢 主要是侧重二王这个系统的 王羲之王羡之 或者后来牵扯到了文正明啊 或者是赵孟甫啊 这一系统二王系统的这个书封比较重 但是呢 有的很多朋友呢 喜欢写碑或者写岩柳等等 参考一下 做一种参照 因此呢 他只能做的提示而已 不能把它真正对于贩字 让出学这么临系 但是呢 你当看不懂碑帖的时候 也许我这些字呢 对你有某种提示 就是我上一集说的那个 你在临碑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比意是什么的时候 你得参照一下 就要起到这点作用 这是一点 再有一个 你要是学习采星草的三种书体啊 必然这三体是一家 为什么把这三体和在一起讲 而不说转立 而一定要把凯星草连续说呢 就说你千千万万注意 你必须学了凯书之后 要学星书 要学草书 如果你只学凯书 星书草书你不练习 你的凯书是僵死的 是僵硬的 所以我把三者结合起来让你看 如果你只写凯书 不写星草书是僵硬的 那么反过来说 你只写星草书 而不写凯书 你的星草书是漂浮的 是不扎实的 在这一点上 我向专攻一体的这些朋友们 特别提起注意来 你只写凯书 终生领摩凯书 不涉及其他的书体 你的字将是死至的 这很多人失败于在这方面 而你不真正有凯书的基础 你就去写星书草书 你会落一个荒服 落一个浮躁 落一个不扎实 给人看起来之后 浮光略影 即使你在用力 看起来是笨拙的 这些问题都是凯书的基础 不扎实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凯星草书这三方面 必须我们结合起来 某一个时期 某一个阶段 有一个侧重 注意一个侧重 当你踩书水平不高的时候 你务必要加重对踩书的练习 当你踩书一定基础的时候 你必须在一个时间之内 一个阶段当中 侧重于星书或者草书的练习 但是它的步骤应该是 先考先凯后行 最后再草 这就是我们 你先站立站稳 然后开始走路 通过走路 你走得很好了 然后进入跑的阶段 那么我们应该在系统的说 凯书到兴凯 兴凯到兴书 兴书到兴草 兴草到大草 到小草 兴草到草书 小草到大草 或者叫狂草 那么就等于说 我们从站立到慢走 到快走 到慢跑到快跑 这么几个阶段 但是这几个阶段 大家一定都要掌握 你要是如果终生不懂草书 这是个大问题 陈老师 在您早先在学习三种书题的时候 您是如何划阶段来分别进行学习的呢 我把我自己学习这个时间 再向大家说一遍 我是从六七岁开始学习阐书的 一直到了二十岁的时候 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听起来 阐书暂时的告一段落 但后来又在进深一步的在学习 在研究 在请教老师 后一阶段又在继续 那么我正是学行书的时候 是在十六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 在学习阐书之余 在临摹行书 这个阶段 那么到了十八岁的时候 我几乎就把重点的时间 倾向于这个行书了 是这样 或者说在十八岁到二十八岁 这个十年当中 是我的研书和兴书 并行的阶段 是准确的说 我是从二十五岁以后 才学习草书 到了三十五岁以后 学习草书的时间 有时候长于一些研书和兴书 是这样 所以草书应该放在这之后 有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说 他说不到五十岁 是不能练草书的 这样说是不是 过于绝对了 因为我们在中国书法史上 有很多写草书的大家 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写得很好 包括孙国庭 王宪之 他们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 他们草书已经有那么高的成就了 可知道他们临草书的时间是很早 但是一定有一定的基础之后 过早地学习草书 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 过早学草书 恐怕亚苗助长 反倒有些个副作用 这是要注意的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个为字 这个为字也都为 两读这个字 比如说为什么 或者是为人民服务 这个为何 这个为字 我们先写一下凯书 这个字边写法 这是个常用字 这样一个为字 这是凯书这种写法 田老师 这个为字的主笔是哪一笔呢 这个为字的凯书的主笔 应该是最后的这个横折 所以平常说的横折沟 就是这一笔 这笔的技术上 要注意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转折的这个地方 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拐的不要太死 又不可太轻太圆 他用的笔法是半方半圆的一种写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写的过程 如果用笔在这地方 用过方的笔 就显得太生硬 追颤 这就过于生硬了 这地方太生硬了 如果用的太圆的笔 写在这时候 是这样的 这就太圆了 显这个字挺不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转折的时候 要半方半圆 我们再写一遍给大家看 这样就算恰得好了 所以写好围字的时候 后面这个主笔是一定要写好的 以后我们还要讲解这个笔画 比如以后讲解鸟字 或者是讲解什么马字 这类似的字 还要讲解这个横折钩 这一笔 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讲的 不是这个位置 是讲的一个结构上的 关键的一个笔画 就是撇儿 围字的这个长撇儿 这一笔是写好围字的一个关键之处 一个点 这一笔写出了公形 也就是说 它是这么一个形状 是往下 往内叶 是一个背识 当然没有这么严重 你一看这样写完之后 这个字形是个饱满的 是个端庄 为什么这样写比较合适 大家知道这个围字啊 它在其他的笔画当中啊 一视向左 它都是向着左方的偏写 如果把这一只长片 你再向左写 就是一顺边的往左边跑 这个字就没有结构上的一种 合理的要求了 你看如果这篇写成一个偏写的 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这是个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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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个邪式的 不用再往下写了 大家看这个字已经很丑了 所以说 到了唐凯的阶段 几乎接近了 凯书的科学化的年代 所以大家注意 他在写这个长片的时候 他向内页 至少是个值的 他都和里边的 这几个向内边 写式的几笔呢 成为了一个 互相制约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写好 唯一字的一首要领 因此 尽管这当中最后的主笔 在完成的时候很难写 但是相比这一篇来讲 唯一字这一篇 虽然不算做主笔 但是他在结构方面的要求 更为关键 所以前人们把唯一字这一篇 经常说唯一字篇 他没办法解释了 他就不是长篇 斜篇 短篇 他怎么解释它呢 只有唯一字当中才使用这一笔 因此就把它定名为叫唯一字篇 写唯一字这不把这篇写好了 这个唯一字要领就没掌握住 而且它一直就影响到后边的行书 这是古人给唯一字专用的一笔 对了 给唯一字特别的对他强调的一种笔法 我们下面写一写行书 行书的这个唯一字呢 这一篇仍然带有楷书的笔 你看 他尽管其他的地方好像不是很相同 特别是最后的横折钩 被他简约的往里一转 带一笔就过来 但是 你看这一长篇 他这一长篇 看了笔法上也不像楷书 但是他有一条 他一定不让他往这边左斜这样走 这样写就不好看了 所以他让他往内页 这样写的话 就显得这个笔法非常有弹力 而且这个结构上也需要是这样的话 最低起码是要直 而不能偏斜 至于这笔写多长 我想是长一点为好 而在楷书当中 这个篇要短一点才好 因为短一点 它可以不影响 那个四个点 互相之间不相反 唯一字呢 因为跟四点没有关系了 这个行书当中 所以他在写行书的时候 这一篇呢 往往是长了一点 当然有的写行书 还可以简约的写一个转折 这样过来的也有 但是更规范的是两个转折 这是我们在写行书当中 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见过写楷书的时候呢 有这样写的 这样写 我虽然用的是欧体的一个点化 但是用的是 颜体经常出现的这种写法 也是可以的 偶然见到柳公权呢 柳体字呢 还可以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然后再加一片 这样写 这样也可以 但是后来呢 我们所说的欧阳群的这个维子写法 就成为了一个规范性的写法 这是楷书 兴书 我们向大家粗略的介绍这么多 除了这几种不同风格的维子 那么草书的维子又应该怎么样书写呢 草书的维子呢 叫明显简约于楷书和姓书 我们来看一看草书维子的写法 非常简单 很像现在的这个白画的维子 简化的维子 很像简化的这个维子 实际上简化的这个维子啊 就是本着草书这个维子 把它楷化以后 成为现在的简化字 大家看得出来 写草书这个维子的时候 是很美的 荣等 把草书的这个简约 用在楷书上来写 写出来就不美了 这是我们简化字当中 所存在的问题 因为当初制定简化字的那些人 没有书法家的参与 而历史上任何一个书体的演变过程 都是书法家 文字学家 整体是一个人 他们既是文字学家 又是书法家 各个方面 大家都在研究的时候 就是把审美放在里边 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维子 写成一个海书的这样一个维子 就觉得很不美 我这样写的话 可能一般初学者还做不到 但就这样写的话 我每次写的心里都感觉很憋怀 憋气 写完这么不舒服 所以简化字的这个楷书维子写出来 并不好看 但是它比较简单写着 这些事情呢 有待于将来 是不是能再有解决的办法 我七七代之 但是总体来说 草书的维子写出来是很漂亮的 尽量的上边的要长一点 这样显得非常的爽朗 如果写太短了 这就不好看了 这个地方太短就不好看了 但是呢 前辈书法家在写这个维子的时候呢 因为它非常的放松 写起来非常的流畅 非常迅速 非常迅速很快 所以写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没有交代十分清楚 就这样这样写 也无所谓 即使短一点了 也没有关系 这样 但是我们在单字讲解的时候 必须告诉大家 这个字的比较规范的草书 应该怎么写 所以林怯的时候 要对准某一个字 多看多灵 不要单一的冲某一家下手 就是说他就这样写 我就这样写 有时候学草书的时候 容易出现这个绕路 比较缓慢的进步 因此我讲的这些东西呢 应该说是相对规范 好吧 今天我们把维子就讲到 好吗 我让你来说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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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